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的影片是记录 如何处理我的炼金废水 我曾经也只是用 小苏打粉将废水中和 然后把中和后的废水给倒掉 但是含有重金属的酸液 加入小苏打粉后 会产生蓝色与绿色的金属盐 听到这些五盐六色的金属盐 会让我觉得良心不安吧 因此我开始研究如何处理废水 当然我选用的方法 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绝对是最适合我个人状况的方法 首先为什么要特别处理废水 因为废水中的强酸会腐蚀水管的管件 而且废水中的重金属可能会对环境有毒 因此我们要将强酸中的金属 分离出来先 我依靠的是化学中的致幻反应 致幻反应是一种氧化还原反应 它利用氧化性更强的金属 来将酸液中氧化性低的金属 还原回来 举例来说 我的废水中可能含有黄金 如果我在废水中加入铜片 酸性废水就会去攻击铜片 然后把黄金释放出来 成为海绵金 我在炼金废水中加入一块铜片 利用铜片的活性比贵金属大 但是比其他基本金属小的特性 把黄金 白银 以及薄金 统统给替换出来 这是仅仅过了一天之后 加入铜片的废水 已经出现一层黑褐色沉淀物 铜片的铜片 感谢观看 当我把沉淀物与废水分离之后 我再往废水里面加入铁片 铁片的活性更大 它能将大部分的基本金属都替换出来 在放入铁片后大约一个星期后 我将废水与基本金属的沉淀物分离 铁片的沉淀物分离 铁片的沉淀物分离 轻氧化钠来中和含铁的沸水 在加入轻氧化钠的瞬间 可以看到灰色的轻氧化铁开始沉淀 轻氧化铁 就是我们所说的铁锈 铁片的沉淀物分离 铁片的沉淀物分离 定制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的铁锈针电 铁金的沸水也从墙酸变成墙碱 铁片的沉淀物分离 接着就是利用咖啡绿纸张铁锈与碱水分离 铁锈可以直接丢弃 透明的碱水则加入柠檬酸与小苏打 综合以后再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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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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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